Hello 又是我雞子日常 今天和大家走海洋公園救援境 如果你想和觀眾有近距離接觸 又想看到美景的話 這條救援境就適合了 難度只是0.5星 一個小時來回包搞定 順便帶你去看免費水族館 就直接入正題教你怎樣走 首先由海洋公園港鐵站A出口走過去 其實B出口每個橋都可以下去 因為稍後我回頭 就會由B出口那邊回港鐵站 所以我今次就由A出口那邊出發了 沿著條路一路走大概5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現在這個入口斜路位的位置 一路上去就是了 沿著車路走兩三分鐘左右 就已經見到南車底下那隻海馬了 走多兩三分鐘已經跟南車很接近了 順便看看這條是行車路 所以要小心車輛 另外前面這個位置很重要 佔了一個位置 記住這個位置轉右去 見到一個藍色牌 一直直上才對 見到牌都是一些提示標語 記住小心點 不要接觸一些電纜 安全一點 當然是那些 可以幫我看下去 有一條很長的碩士級 但其實是很短的 下一陣子就很快到 還有上面的藍車 有些給你看一下東西 分一下心 所以就不太辛苦 來到這個位置 開始沒有樹的遮蔭了 那些藍車就已經在你的頭頂飛來飛去 很多小朋友和外籍的乘客都不停跟他們說Hello 那你也可以同日save Hello 那些小朋友就會很興奮的了 那一起興奮一下也挺有趣的 再走十一二分鐘左右就來到這個位置了 已經是清一色的藍車了 中途會見到一些告示牌叫人不要走過去 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要走過去了 走多一兩分鐘就到這個盡頭了 那就可以加了個閘不讓你走 自從這個深導遊之後 整條路就沒有了三分之二了 既然走不到就唯有去這個位置了 你會見到中間有分岔路的一個危險告示牌 其實就不危險了這個位置 你可以走上一點點 其實那個位置就可以去藍廊 就是藍廊山的 那向藍廊山的條路呢 指示就不清晰了 所以伸手就不要過去了 那我不如看一下那些景 那如果有看開我上幾條片 都有見我介紹這個南區海濱長廊的 那就是現在我們前面眼前的位置了 那你走上一點點那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很多風景了 那由左邊那個就看到苗中景 然後就深水灣泳灘就在前面了 那過了一點那個就是麗海堤岸路 那就是上次說的那個位置 麗海堤岸路後面就是淺水灣 那對著那個島就是唐波洲 就是遊艇會那個位置了 那上次水平位置就拍得不太清楚 那今次一上來了就已經給大家看看唐波洲的面貌 在上面逗留了一會兒 那沒了一會兒景色就下去了 那沿路折返你會發現景色漂亮很多的 那你可以欣賞一下下去那條路的景色 那你可以欣賞一下下去那條路的景色 嗎 下来的位置就走右边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曼豪酒店的Lobby 可以看个免费水族馆 如果你不想欣赏鱼类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条电楼梯走上去 过天桥就可以到港铁站 或者你这个位置直穿过去曼豪酒店都一样可以 来到大堂的位置有一个三层高的水族馆 可以来这里参观 简单说今天那条路线 其实就很简单很容易走 风景漂亮不漂亮就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说特意过来走这条路线 我就觉得不值得了 除非你今晚走开南朗山、玉桂山或附近的区域 就可以随便过来 今天介绍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大地搜寻身边有什么地方好走、好去、好吃、好买的东西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巴头位 跟着鸡子最新的资讯啦 多谢 可不得 不要 到 了 嗰